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为一 口服驱除跳蚤 鄙视 同时预防心思虫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您好 博士台北市市林北投区议员 杨静宇 自2018年担任议员以来 静宇实践对大家的承诺 你的小事 我的大事 为市民的健康 食品安全把关 推动台北市成为动物友善城市 市民的诉求我都用心倾听 积极解决 恳请大家继续支持 让杨静宇为您发声 为您效劳 勤快地为大家打拼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管理 提高效率 一起来 E-Count E-Count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您的股息入账咯 请输入关键密码 00757 启动股息放大数 无论您存的是金融股 定存股 还是高股息ETF 领导股息再投资 00757兼亚股ETF 积极稳健一把抓 快搜寻00757股息放大数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你好 我是高杨凯 丹安文山区议员候选人 9号高杨凯 杨凯保证 过大口部 做好做满 提出的证件牛肉 说到做到 拜托支持在北英纳 9号高杨凯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股这两天其实也比较盘整 市场是近代 美国周三要公布出来 美国联准会11月的会议纪要 除了特斯拉跌的比较重以外 大致上美股呈现小跌盘整的态势 特斯拉股价跌很凶 最新一个交流跌7% 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另外美债殖利率有上升的情况 以及市场传言说 OPEC PLUS要增产50万桶 造成已经上周大跌10%的油价 在美国的周一是一度大跌6% 不过后来澄清这是谣言 就拉上来了 油价已经跌到 今年1月底以来的低点 等于说已经是跌到 乌尔战争以前的低点 那沙烏地阿拉伯否认说 要大幅增产 那至于说美股收盘的情况 标普是跌0.39%的幅度 小跌做收 指数收3949点 刀价是小跌0.13% 纳指跌比较多1% 废半指跌了将近2% 厮守2700点 那废半最疲弱 创下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 那英特尔跌了3% AMD跌了1.5% 辉达跌了差不多0.6%左右 那TSN就台阶线ADR跌了将近3% 不过今天台阶线是 这个拉上去 又收在490之上 有一点这个逆ADR的味道 那美国十年期国债殖日收盘 来到3.83附近 小涨一个7点 两年期升比较多 剩了5个基点 来到4.56 那两年期国债殖日 已经收复11月10号以来的 这个尸土龙 以及美元指数DXY上升1%左右 今年美元指数上升12% 但是11月跌了3% 可见呢 美元的强升 有一点走到 这个周期的这个末段了 那过去一个月 刀价是有涨了10%多 标普也涨了6%多 那至于说 美国投行怎么看股市呢 高盛是说啊 这个熊市没有结束啊 可能会贯穿明年整年啊 这是高盛的看法 比较看空 那另外呢 大摩说呢 明年第一季标普 有可能下探到3000点 这个也蛮空的 如果明年第一季标普 下探到3000点的话 就叫现在目前的点位 要再跌24% 这个如果真的这样跌的话 那台股恐怕要破底 那到底这两家投行的看法 会不会成立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这样看 一定有他们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景气的关系 包括最近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 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低润的状况 可能到明年的年终 都不见得会好 记忆体的状况 半导体的情势 到底是什么 那台积电这次在 巴菲特大买之下呢 股价回神 只是昙花一现吗 还是呢 真正买点浮现 我们今天请到了 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林宏达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几个主要话题 一个是 巴菲特大买台经的意义 那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这个PCB啊 这个产业啊 说有3000公里的大迁徙啊 为什么要移出中国大陆 这个到泰国啊 东南亚去发展 那这个是整个产业的大迁徙 还是只是个别公司 我们一并来谈 宏达你好 是木耀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巴菲特一买买了41亿美金啊 这个是占颇客下第十大持股 这买的手笔不小 对 为什么现在谈这个呢 其实因为我们在跑产业新闻的时候 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台积电接下来产能力 用率会不会再往下再探底 最主要就是各位可以看到7奈米本来就是台积电最重要的一个制程 占比最大的 但是上一季的时候其实5奈米突然超过7奈米 因为7奈米其实这个手机用比较多 代表手机的需求不太好 那可是现在传出来就是说台积电7奈米的产能力 可能会再往下探 就是会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说对台积电营收最重要的一个制程 他可能他的这个带进来的这个钱 会变少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看这个事情呢 会不会再过两个月之后反映在台积电的营收上面 那为什么用这个来谈到巴菲特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在公司内部大家也在讨论 因为第一个巴菲特的这个方赛斯它是很大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就等到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买在准准准买在那个地 因为其实你看台积电过去 其实他大概你说16倍15倍 就已经是相大概是长期都在这个水准 之前如果他跌破400的话 以这个38块来计算 几乎已经是跌到10倍11倍 这个是打折在打折 38块是EPS嘛 对对但是你以他的获利能力来讲 这个其实他已经算是相对便宜很多了 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可以思考的地方 你去跟这个Intel去比 Intel的殖利率现在零股息可能是超过5% 可是他没有选Intel 所以这是一个点 可是后面会不会这个台积电呢 因为我们散户其实没有像巴菲特的size这么大嘛 所以在未来再出现波动 在如果再往下探世界再有一些坏消息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 库存的状况 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观察 因为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库存是很高 包括今天有些PC大厂 这不办尾牙了 实际线上都不办 你是说华硕嘛 对那 华硕不办尾牙 库存那么高 这当然老板也没心情吧 这个应该说是现在确实是个挑战 但是库存终有一天会慢慢下来的 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 库存下来 第一个要多少时间 慢慢下来 大家现在下单都很少嘛 下单之后 然后明年的需求什么时候会上来 目前还是认为说 在明年中之后 需求慢慢就会回来 就会回文 那现在股价究竟反映了多少 当然每个人看法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台积电的营收 如果还有一些修正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那回到英特尔 你觉得英特尔 现在目前的股价 不到30块美金值得投资吗 是长期可以买入的好机会吗 因为英特尔 去年前年的时候 股价还有在70块美金 六七十块美金 这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英特尔 我们过去讲半导体的 美国制造队对找 应该就是英特尔了 对不对 结果这么便宜的时候 巴菲特没有买英特尔 他去买台积电 但是其实我们从产业上来看 你现在也 也真的是看到2025 都是看到台积电 应该都是一路领先的 没有看到 这个英特尔反败为胜的迹象 比如说他这个 他这个新的处理器 本来今年应该要推出 但现在是明年要推出 所以还是比预期要来的晚一点 就是看他什么时候 你比较看好AMD 还是看好英特尔 这两家公司在贴拼吗 第一个AMD用的是台积电的制程 所以当你觉得台积电制程 是一路领先的时候 其实AMD可以打牌比较多 AMD股价也跌很多 从去年的一百六十几块美金 跌到剩下五十几块美金 现在回到七十几 但是他反弹的力道 应该比英特尔要来的强一点 好 那这个是美股的部分 刚刚宏达是讲说 台积电其实巴菲特去买 应该也是看到价值买点了就对了 对 但是我们散户应该是可以 在他那个附近 或者是在比他低一点的地方 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再去找到这个点 可是问题就是说 台积电明年会不会出现 这个半导体周期向下的 逆风更明显的冲击呢 比如说你刚刚讲 七奈米的 产能律用率在明显下滑嘛 甚至有人讲说 可能会跌到五成六成 我不知道了 电子时报是这样讲了 说他说那个半导体界 人事的消息得到 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台积电也不证实 也不否认 那如果是这样的营收 会不会衰退呢 那台积电股价 会不会有再次下滩的空间呢 其实有一些人也认为 不排除台积电的 明年的营收 会有衰退的可能性 因为你全世界是这个状况嘛 但是我想我们 还是谈这个景气循环的 这个pattern 就是说大家过去 在觉得台积电很好 很想买的时候 都是供不应求 缺货 涨价 然后就买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危机 其实在于 其实大家在扩产 大家都看到市场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 这个马上扩产 马上就有钱赚 都是这样子乐观的心理 可是我想我们之前也谈过 这个长约啊 这些都你最终回过头来 还是要看市场 要不要买单 但是现在反过来 现在当整个市场都觉得说 啊 接下来就是衰退 就是不好 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需求 那你可想而知 第一裁员 你可以看到欧美 很多公司裁员 裁员代表什么 我本来这件事情 要十个人做 我现在三个人做就好了 好 我本来要扩厂 我本来要扩五万片 现在扩两万片就好了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接下来至少需求啊 我们就慢慢的消化库存 按大家悲观的预期之下 库存慢慢慢慢的降低 然后呢 扩张的产能也慢慢慢慢的缩小 两者 慢慢的达到一个平衡点之后 就看什么时候 有新的需求出来 就会重新回到 其实产能利用率慢慢的上升 最终回到供不应求 但是循环一直都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你也不可能 说明天我就不要用半导体了 我回去用算盘 对不对 也不可能 所以需求还是在 只是它是一个景气循环 所以外资的选择就是在 当景气循环的谷底 当大家都觉得 因为你的需求还是在嘛 只是说 我什么时候达到平衡不知道 那我觉得要提醒大家是说 也不是明天就达到平衡 接下来还会有相当严峻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慢慢的 我们正在接近 这个平衡总有一天会到的 好 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新庄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民众党新庄区市议员候选人8号 陈士轩 肯托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为我成长的家乡来努力 我今年27岁 没有包袱 更不被蓝绿所限 我会让您看到不一样的民意代表 请让新庄刘一席在地的年 大家都直接叫美机电 是美机电吗 那个事情后面还有很多的局在变动 其实台积电跟美国日本欧洲各自在下一盘棋 那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很大的一盘棋 我想台湾还是有它的底气 也没有这么 如果这么容易就 就全部都被端走 当然早就被端走了 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们12月5号6号 我们还要来研究研究这个事情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东西跑出来 有说台积电真的这么强都不会衰退吗 有可能衰退啊 再怎么样 没有公司能够超越全世界的需求 不可能 嗯嗯 但是你在悲观的时候 去看乐观的机会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乐观的顶点 大家每个人都看很很乐观的时候 可能要想一下风险究竟在哪里 真的真的要all in吗 但是很悲观的时候 真的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吗 可能要想一下 这是我的看法 花旗森枸杞红枣鸡汤面 选用美美花旗森 糖头甘醇浦原浸 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就是 美国厂的获利这些状况啦 那当然但是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看 他美国厂的晶片到底要做给谁啊 应该是做给美国军工业者吧 但是军工在平常 承平时间的需求不大 当然你就说 这叫国安产能嘛 如果真的要打仗 可能就需要两个片 是不是帮那个什么 帮了谁代工 你说苹果上次说那个 AMD不是去拼了那个 卫星航太会有了 赛领斯的那个晶片 应该都下给台积电了 卫星的需求会有一些 航太会有 只要员工去美国就可以拿绿卡 这一定的啊 他鼓励啊 美国一定会给你绿卡的啊 而且不是只有台积电 不是只有台积电 这小事一庄啊 对啊 美国绿卡发布完拜托 他都可以发给墨西哥人 为什么不能发给台积电工程师 美光也鼓励员工去美国 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工商时报现在举行 第十三届台湾拳王大赛 这个比赛呢 大家可以参加哦 现在市场是如战场 这个交易权赠前 请先记得报名拳王大赛 你可以边交易而且边抽奖 反正呢 你又不差这个多一个手续嘛 你既然要交易权赠 你为什么不顺便参加比赛 这个丰富大奖等你来拿 这个竞赛时间呢 倒数一个月了 然后剩下最后一个月 然后即日起呢 一直到12月底 那个这个奖项很多啊 12月9号交易 只要1000块 就送你1000块现金 叫我后康 交易1000块送你1000块现金 交易买2000块 就送比赛蓝牙耳机 对不起 收蓝牙耳机 抽比赛蓝牙耳机 交易越多呢 你就越有机会 还有呢 Apple Watch 7 跟iPhone 13 是有机会是你的哦 就会抽中 当然是要抽中就变你的 那冠军可以获得10万块 成为全台真正的全镇之王 我想呢 如果你拿到这个全镇之王 这个title啊 那10万块钱呢 其实应该也不是重点 就代表说你真的很厉害 你打败那么多人对不对 那你这个全镇就赚多了嘛 所以呢 大家可以参加 另外还有呢 现在活动进到尾声 那个还有加码送的好康活动 让你边交易边抽奖 详情呢 可上工商时报第13届 台湾拳王大赛的官网 一起拿好礼 这个 我等一下马上就要上去报名了 好 大家跟着我一起吧 Let's go 好 我们继续请教 财经双交官的林宏达副总编辑 我觉得啦 撇开你刚刚讲的那个基本面啊 那些宏观经济情势 我觉得台积电有一个技术面 我个人是会参考的 就是年限能不能站回去 年限大概 我刚刚看了一下 大概530左右 就是台积电股价 如果能站回年限 而且站稳年限的话 基本上要再破底的几率 应该很低了啦 但是如果你站不上年限 甚至你站不稳年限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觉得年限530那个地方 应该台建会蛮大压力的 是 我想 不是说 我们从 跑这个产业新闻来看 并不是说 各位说 现在就马上就可以冲进去 我说 如果真的我们预期的 这个大的 这个修正 营收的修正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各位就可以来思考一下 风险跟机会 我们权衡一下 你如果是台积电工程师 你去了美国 你会不会想拿绿卡 然后带全家老小都过去 如果你人已经去了 你应该是 因为美国发这个绿卡 给台积电工程师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是技术移民嘛 因为他现在 国家政策就是要发展 半导体 而且他又缺这方面人才 就是移民里面 有一种技术移民 有价值的人才 这各国都是要的 那台积电工程去 工程师去了美国之后 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这里面其实 这个为什么之前 有很多人犹豫要不要去 他们也担心说 有些人担心去了回不来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为什么去了会回不来 因为你这个各场之间的轮调 我去调这个场之后 你是不是回来 还能够回到原来 这个梯队里面 继续去生钱 本来之前是有这个考虑的 所以这一次里面 在讲这个 这个有一个 这个台积电副总 应该会亲自去 亚历山大厂作证 就是为了要解开 大家这个心结 就是说我的战功 副总都有看到 所以呢 我在亚历山大厂 流血流汗 最终还会被承认 让我可以回来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会发生 因为亚历山大厂 是要 他要花力气 那台积电工会用 美国工程师吗 那会 问题是 就是有一批来受训 然后又回去了 但我了解是 说实在话 最终各位会发现 台湾工程师的竞争力 是真的比较厉害的 但他也不可能 全场都是台湾工程师 没有美国人吗 你讲到重点 我觉得这个比例会提高 会比我们原来想的高 台美工程师的比例 会比我们过去想说 可能很多美国工程师 这样的比例来个高 就是本来可能 比如说 我现在了解的状况 现在本来可能 比如一半一半 对 慢慢的 这个有人觉得 台积电太超了 没有人离开 对不对 台湾工程师留下来 再补 因为却补台湾工程师 可能越补越多 占比会越来越大 那其实这个就是 为什么全世界 没办法离开台湾 就是你就算搬到美国去 你美国人也不一定能够 习惯或喜欢这样子的工作 那台建工程师 拿了绿卡之后 他们全家老小都到那边了 那英特尔说 我用两倍薪水 你来我这边上班 那台建工程师 难道不会跳槽吗 没有 我以前听说另外一个倒转的 英特尔工程师 华人 如果是台湾 台湾乙人 就觉得说 我们在英特尔都碰到玻璃天花板 赶快来 现在赶快来 我可以去那边看个人 卡个位置 继续再往上升 以前 他们也有他们的麻烦 就升不上去了 还是有这个 还是有这个 肤色的问题就对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会发生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谈这个电路板大迁徙到底怎么回事 从大陆昆山到泰国东走廊 真的要去泰国吗 全面的移出吗 这个很好玩 为什么要谈电路板 这个是因为我跑半条体发现 你这个先进的制造分开了 对不对 那我总需要封装吧 封装现在你看整个亚洲 到处都有封装厂 封装不是问题 送回亚洲 英特尔也有相当大的封装产能 三星也有相当大的封装产能 这不是问题 但是后来PCB版怎么办 各位看我们这一期的报道就知道 全世界 台湾跟中国所占有PCB的产能高达六成 而且不管材料还是设备 基本上除了你说高阶的载版 什么ABF材料之外 那个日本人才能做 但是大部分的 其实台湾跟日本就是独占熬头的 所以你看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中美的科技供应链 真的是一分为二 为什么这些人要 以前是死都不去的 现在就是集体要移到东南亚 是因为他们的客户要他们去 我这次采访了解的是 其实他们不是因为说 成本比较低又怎么样 现在是成本就算高 客户还说要你去 其实很多的美商现在开始是说 我连中国的IC以后 我可能就不用了 好这条链开始分开 这对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事 因为你开始出现一个市场 是因为地缘政治出现 没有可能没有中国厂商 在里面竞争的市场 所以这个选边当中 也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 跟投资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大家注意 那为什么选泰国 因为泰国 而不选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风策 已经相当成熟 泰国本来就有 他们很重视群聚的 在那里已经有人打基础了 所以相对条件比较好 所以现在确定都是要往泰国走就对了 就大部分的人 当然还有你再继续选 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 泰国的聚落看起来比较像一个聚落 如果你单独一个厂的话 第一个你材料 有问题 设备 他们有很多很多材料 做PCB有很多材料 所以他们都希望材料厂就在旁边 至少你看什么黄石 深圳 桃园 大家都是聚在一起 这PCB的产业聚落性非常强 可是最大不是曾鼎吗 曾鼎还在深圳 那个ABF加强投资 所以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 但是你的发展的路线 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了 所以曾鼎我觉得应该蛮关键 蛮指标的 但他也有往高雄 听说曾鼎在深圳非常受礼遇 超级受礼遇的企业 疫情期间他们的员工 还可以有绿色通道 都不用隔离了 所以两边就一分为二 好 以上讯息 第二问题又没有参考了 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 非常谢谢宏达